各位,那師傅,我聽完你講你的原因 但有些事我想請教 就是我們這些門外看 我想這個偉大的Google 搜尋神功或者法科 出了四組的詞語,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第一就是解降頭 第二就是驅邪 第三就是捉鬼 第四就是濟殺 我先由第一個請教你 其實降頭不是男樣的嗎? 我以前看電影是這麼說的 好了,簡單講講降頭是什麼 降頭其實我們用口去詛咒一個人 其實都是降頭的一種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一個有法術的師傅 你可以說一句說話 我詛咒你,例如祖宗十八代的情況 要你趴在那裡,趴街 其實時間來說 因為你平時那普通人的念力沒有那麼大 但你學了神法之後 你的念力是比較大的 一詛咒下去的時間 就很容易變成降頭 降頭的意思就是落下去給他 而降頭有分很多種的 有是口頭上的詛咒 有類似落鼓的鼓毒 例如放蟲、打飛針等等 飛頭降 因應那個地方是流行什麼 和法師的能力去落降頭 所以到我剛才你問的問題 降頭是什麼? 降頭是詛咒的其中一種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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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 我们下期再见